当地救援人员表示 在挖掘废墟寻找幸存者时 救援人员听到了一些声响 在进一步挖掘后 他们发现了这名其代 仍与母体相连的女婴 女婴的母亲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 就已经遇难 但这女女婴却奇迹般幸存下来 她被救援人员救出 并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进行救治 在医院的保温箱中 女婴因手部受伤缠着绷带 前额和手指也动得发紫 但其主治医生表示 目前女婴的身体情况已经稳定 据了解这名女婴 是这个家庭中唯一一名幸存者 她的父母和四个兄弟姐妹 全部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 人间之惨的惨剧 有一个朋友评论的挺好 让这位宝宝成为世界的宝宝吧